好 我們剛剛講這個實驗呢 這個實驗是從酸鹼來決定它的反應方向 加了酸 它會往重度跟方向移動 加了鹼 用輕益變少 輕益子變少 它會跑回來 這是用酸鹼來反應 那有另外一個實驗是這樣的 好 在課本裡面也有寫到 這個在 叫做 餵牙花蛋 第8月 就是9月來 對 不餵牙花蛋 這叫做 四氧化二蛋 四氧化二蛋 它會反應生成二氧化蛋 然後這邊呢 這個反應 它就會寫到 加熱量 好 我們來想一下 一般的反應 我們剛剛講的 一般的反應 三氧化二鐵 五氧化二鐵 五氧化三氧化二鐵 三氧化二鐵 跟你講 反應人 好 這反應過程很難可逆 是因為它這邊比較穩定 非常穩定 它就不容易可逆 但是反應過去之後 熱量會在哪裡 是這邊加熱量 在這邊加熱量 嗯 要是 熱量會保守 熱量會保守 沒有錯 就是 它已經有熱量產生 是 這邊產生熱量呢 還是這邊要提供熱量 左邊 蛤 通常都是左邊 這邊要提供熱量的 不是吧 不是喔 不是 這是我們講過的 這個反應會放熱 所謂放熱反應 記不記得 放熱跟吸熱反應 記不記得 什麼是放熱反應 放熱反應就是摸起來熱熱的 摸起來熱熱的 吸熱反應就是摸起來一樣 OK 你反應前的溫度 到反應後的溫度 如果反應後的溫度 比反應前的溫度來的高 是放熱反應還是吸熱反應 是放熱嗎 是放熱嗎 因為熱量放出來 對不對 知道意思嗎 就是摸起來那麼冷 如果摸起來是冷冷的 比原來冷冷的 就是什麼 吸熱反應 我們做這麼多實驗的時候 做過哪個吸熱反應 最簡單的 嗯 你也跑掉了 鹽水 鹽融到水 是吸熱反應 對不對 好 有沒有做過放熱反應 沒有吧 什麼反應是放熱反應 那個 那個 蝦� possible C4 问题C4 C4 C4是什麼東西 蕭酸卡 蕭酸卡 不是蕭酸卡 酸和鹽混了嗎 酸和鹽混者就是放熱反應 對 或者是你把酸做 산也是放熱反應 issen也是放熱反應 fifty dollars 所以我們有做過Cidamente反應 對 加熱不算喔 加熱算是幾公特量喔 C4嗎 什麼 C4喔 C4 C是什麼東西 硝酸-甲 硝酸-甲 不是硝酸-甲 酸跟減混合了嗎 酸跟減混合了就是方對反應 或者是你把酸做C4也是方對反應 你把減C4也是方對反應 所以我們有做過C2反應也做過方對反應 通常來講 譬如說我這是 我這是一個C2反應 譬如我們講說鹽巴容易水 NACL容易水 它是NA正加上CL- 水沒有動喔 但這種就是C2反應 C2反應所以 假設我現在加減 是可以幫他往這邊反應 是不是這樣講 我加熱讓他往這邊反應快一點 是吸熱反應 吸熱反應是這邊加熱量 吸熱反應比如說這邊減特量 那如果把它當成一個方程師來講的話 我把它移過來就加熱量 是一樣的道理喔 所以吸熱反應是可以這樣做的 好所以呢 鐵 生鏽 是放熱反應 所以假設想讓他加速反應的話 我要怎麼做 我想讓他往這邊快一點的話 有個方式是把這邊放低溫 但是實際上這個低溫效果沒有很好 因為我們講過了嘛 你兩邊都加溫的時候 你正在這邊的碰狂 這邊沒有東西可以碰狀 這邊沒有東西可以碰狀 你正在這邊碰狀 它就會反應快一點 所以你加溫的情況之下 只是讓他放更多 放更快 如果說你把這個 冷冷包放在冷空氣 放到外面的話 它這樣整個變冷 它反應會變慢 因為這邊是紅棕的效果 因為這邊是紅棕的效果 因為這邊是不熱變少 假如說加熱是 加入反應的一個重點 對不對 但是在這邊 這個是氣體 它就有敏感 它這邊如果給它一點熱量的時候 它就會反應成這個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紅棕色 這是紅棕色 所以當我加熱 就是把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把這個密閉的 密閉的 塞起來的這個 假設這邊放了N2O4 飼養化二代 我把這個東西放在熱水 放在熱水 裡面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 反應成什麼 它就往這邊反應 它放到熱水裡面 去往這邊反應 它加入它反應 等到熱量 就會反應過去 所以它變成紅棕色 它從骨色變成紅棕色 就反應過去了 然後呢 我在這個水裡面 如果加冰塊 降它溫度 温度 温度降低了 好 降低溫度 那反應為什麼 反應就反過來了 就反過來 因為它熱量變拿走 熱量變拿走之後 它就直接反應過來 就從紅棕色 變成紅棕色 它變成 有個 這下可力反應 這是跟溫度有關的 跟溫度有關的可力反應 OK 好 好 然後 我們再講到可力反應的第三個因素 我們等一下做個小實驗 這我們現在目前有器材可以做 大家可以學 第三個實驗叫做 各位這邊寫 第三個實驗 壓力有關的 大理石的 好 大理石的實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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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來講 我們的大理石的實驗就是 這叫做 大理石是什麼 大理石 大理石的裡面成分是 那個叫做 它主要是有鈣 碳酸鈣 碳酸鈣 它也有酸 Ca Co3 碳酸鈣 這碳酸鈣 好 同樣的 碳酸鈣 是屬於什麼 碳酸鈣 碳酸鈣 屬於什麼 屬於酸 你看它可以解離出青 這個 不行 它沒有青的意思 碳酸鈣 碳酸鈣 是屬於什麼 是碳酸鈣 它可以解離出青陽性的意思 也不行 也不行 它是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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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酸鈣 跟 鈣的 氧化 那個鹼 譬如叫做青氧化 青氧化鈣 這種東西 來反應 它可以產生碳酸鈣 或者是直接跟鈣 跟 碳酸反應 它也可以產生碳酸鈣 什麼針針面 碳酸鈣 碳酸鈣 是一個 顏類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鹽酸反應 HCL 它反應什麼 這鹽酸 會把這個 換掉 會把這個 碳酸 換掉 所以它會生成 就是 鈣 濾化鈣 這邊有濾 濾化鈣 會生成 會加上水 還加上 CO2 好 它會放出氣體 放出氣體是什麼意思 假設它有些東西不見 假設這個沒有祕密 它會消在空中 可是如果說 我把它放在瓶子裡面 我把它密封了人把 這氣體一直產生 這壓力就變大了 在沒有爆炸之前 它可能反應會中止 它就不反應了 因為壓力太大 大到什麼 大到CO度不能產生 CO度不能產生 反應會不會再聚往前 就不會了 反應不能前進 反應就可以中止掉 所以當你把蓋子打開 它CO度才能冒出來 就看到水會冒泡泡 冒到冒了 表示反應中止 那你快去冒泡泡 把蓋子打開 壓力變小之後 它就去冒泡泡 咬一咬泡泡 咬一咬泡泡 覺得不是一個實驗 咬一咬泡泡泡泡 都是什麼實驗 你在說什麼 什麼情況之下 咬一咬泡泡泡 變什麼 氣水 這不是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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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差不多的狀況 當然不一樣的狀況啊 你知道可樂為什麼裡面有氣泡嗎 打進去的 它是把二氧化碳溶於水 二氧化碳是一個很特別的氣體 它可以溶於水 它溶於水就相當來說 這是水分子 它把二氧化碳塞進去水分子裡面 溶進去的液質變點溶到水分子是一樣的意思 它溶進去是二氧化碳 它變電點質 它不是電點質 它沒有解離 它是整個分子溶 它就跟糖一樣 糖溶到水分子就會變成糖水對不對 糖是電點質嗎 不是喔 糖還是糖分子 糖分子整個散到水分子裡面去 二氧化碳也會散到水分子裡面去 所以這時候你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給它能量 你給這個二氧化碳的能量 二氧化碳的能量 二氧化碳膏扣出來 它變輕易扣出來 所以一氧化碳 碳酸水 這叫碳酸水 二氧化碳濃水之後 它變碳酸喔 它變回酸 它變碳酸喔 好 它變碳酸 應該是 碳酸 它變碳酸 碳酸呢 碳酸 所以我們說 那個蘇髮水不要喝太多為什麼 因為蘇髮水是酸性 酸性有一個很特別的概念是 酸性會溶解金屬 你身體有個金屬很多 量很多 是什麼東西 就是鐵 不是鐵 鐵不多 鐵也有啦 鐵不是主要的 鐵還好 鐵刺 有一個東西站著直 身體不會 骨頭 骨頭 骨頭裡面它是什麼 蓋 蓋是金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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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是金屬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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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屬喔 碳酸會把金屬融出來 所以你多喝了 汽水會怎麼樣 骨子粗鬆 容易骨子粗鬆 一打就斷 就容易一打就斷 所以這個氣質不能喝太多 那碳酸水 蘇髮水或碳酸水 它一搖晃的時候 你就是給這個裡面的二氧酸能量 它就跑了 變化化化化 對 它就冒化化出來 所以是不一樣 然後這個不一樣 一樣 跟這個不一樣 跟這個不一樣 這是 碳酸鈣跟鹽酸的反應 你汽水裡面沒有鹽酸啊 它不是反應啊 它只是溶解 跟背貨不溶解而已 好不好 跟背貨不溶解 所以 你把這個拿去加熱 會怎麼樣 爆炸 不會爆炸 它一樣二氧酸跑出來 什麼 會滾 會滾 但在滾之前二氧酸跑出來 你去把氣質拿去加熱 那天上那一堆跑出來 那泡泡跑出來 那泡泡跑到二氧酸跑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做這個實驗 我們這邊有那個大理石 我們有那個鹽酸 這邊還調去七色鹽酸 我們這個做實驗 但是有缺保的頂 沒有保的頂 這邊有一個保橋 保的頂 來 這邊有一個保橋 可是這不是透明的 看不清楚 哦 確實 透明的 都有點設立 好 然後呢 這次啟動架之前 我沒有準備啟動跑 因為我想 這個 連作業都沒有交 連作業都沒有交 我實在很難想像說 我們這個考慮會有意義嗎 應該意義不太大 所以我還是希望先看到作業 你們明天要交作業也給我 那個照中一點頭的意思是 你知道的 但是不會交還是你會交 不是盡量交 就是要交 好不好 就是要交 不管你寫多少就是要交 猴子 要交作業 你現在就要交給我 你不知道有最適合時間 你有沒有最適合時間 沒有了 那你有沒有時間寫 你回宿這很多時間可以寫 我看你回宿這還有時間用電腦 你就把電腦時間省下來 就去寫一點 今天回去寫一點 寫一點 這個 這個會有無奈 我覺得有時候 有時候這個上課 上課看到你們如果說 這個不太清楚 好像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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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現在 谢谢观看